打開來你會發現這些東西的話呢 就一清二楚的 而且然後他 這個 停車場名稱 然後呢開放時間 這是什麼東西 不過他有個缺點這個說明好像不是很清楚 還有什麼id 當然如果說了你可以自己去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想這些資料呢應該都是很還有什麼 X Code 這應該是不是他的那個經緯度的相關的坐標 所以你還可以再跟Google map做連結 直接選了之後就可以顯示出來了 所以這些資料的話那你也可以怎麼樣呢把這些資料呢跟我們 上課練習也可以結合在一起 這資料也可以把它秀出來 因為我們顯示的時候可以不需要選是全部嘛你可以顯示你要顯示部分 也可以拿來使用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 還蠻有 即時的這個功能 那還有就是說呢 像這個 這些網站 裡面也有 也有連 也有那個像公車路線圖 這個公車路線圖 印象中應該有即時的 他也可以去連結 你也可以即時的 所以像有些App 他是即時去抓那個 就是公車路線圖 裡面的更新資料 可能一秒鐘或幾秒鐘更新一次 這樣的話呢 每一台公車 他就可以把他的GPS位置 寫到Servor上面去 然後你再從Servor抓你又可以知道公車什麼時候會到了 諸如此類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各位可以稍微 在這邊找到你要的資源 那這個網站的 關鍵是你可以查那個什麼 在這個資料開放平台 就可以找到這個這個裡面的相關資料 那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把這裡面的資料 拿來跟我們上課的這個控制項拿來做一個練習 那你會發現很快就可以產生你要的結果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